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赵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男子为掩饰罪行 一不错不不错 最终酿成悲剧的韩国犯罪片 恶意编年史 影片一开始 在一个大雨的夜晚 几辆警车呼啸而至 一帮警察带走了一个男子 独自留下一个小孩在狱中哭泣 这个小孩眼里充满了委屈和怨恨 时过境迁 资深刑警崔班长心境升职 加上极其器重他的署长 跟上层不断美言 崔班长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谁知正当他春风得意之际 一桩意外突然向他袭来 在和下属饮酒聚餐后 崔班长乘坐出租车回家 不曾想出租车司机 将他拉到荒郊野外 对方似乎知道 他干过的所有罪行勾当 一番激烈搏斗后 对方死于崔班长之手 然而崔班长并没有报警 他为了自己的仕途 刻意伪装了不在场证明 意图蒙混过关 此日一早 受害者尸体竟然被人用吊车 悬挂在警察局的对面 此案在社会上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而做贼心虚的他 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他赶紧驱车 来到昨晚的事发地点 这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完全被人清理干净了 崔班长的得力助手小马 在工地的不远处 看到了一辆出租车 小马让同事小王过去看看 不料小王意外在车里 发现了一枚胸针 这枚胸针 正是同事们 昨晚送给崔班长的礼物 小王赶紧把凶针藏了起来 署长为了捍卫警察的荣誉 就把案件交给了崔班长 让他无条件的陷器过案 崔班长也很纳闷 到底是谁想知自己与死尽 崔班长惶惶不可终日 甚至连做梦都梦到自己被抓了 小马则带着人全力侦查此案 他们根据出租车的行驶路线 一点一点的查看监控 崔班长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 偷偷拿走了自己 上车地点的监控录像 也就在这时 监控里发现了一名嫌疑人 大家随即开着警车前去抓捕 警方的动静太大 他们感到是被嫌疑人溜走了 但是崔班长还是发现了 嫌疑人逃跑的踪迹 他追上嫌疑人 一枪打死了此人 这一切正好被小王看得一清二楚 大家都很信任崔班长的为人 也都愿意相信 就是此人杀了出租车司机 在没有完全确认的情况下 署长召开了记者会 夸下海口说 嫌犯就是被崔班长击毙的人 谁知 次日的尸检报告显示并不是此人 这让署长进退两难 不过署长为了尽快解案 也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 就擅自做主 让人篡改了尸检报告 此时崔班长悬着的心 总算放了下来 虽然此案和自己撇清了关系 但是他心中的疑惑依旧没有解开 他决定要自己暗中进行调查 被他打死的嫌疑人有吸毒史 并且这不是普通的毒品 随即崔班长就去找了黑道的人 从混混的口中得知了曾经有一些演员 也吸食过这种毒品 还被警局处理过 他回到警局查到了相关资料 发现有一个男演员很是可疑 接着就去了男演员以前的经纪公司 因为公司已经和男演员解约了 所以一时半火也难以找到此人 另一边 小王一直怀疑自己的上司崔班长 晚上在和小马吃饭时 小王就想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 不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不愿意相信 更不想冤枉崔班长 小王再次来到交警队 拷贝了崔班长偷走了监控视频 视频里清楚地显示 是崔班长上了那辆出租车 知道一切的小王 并没有和其他人说这件事 而是独自一人找到了崔班长 连同胸针和光盘一起交给了他 就在崔班长犹豫着 到底要不要自首的时候 经纪公司告知崔班长 找到了男演员 崔班长来到男演员所开的酒吧 在男演员的办公室里 发现了一本日历 上面记录了一些奇怪的事件 崔班长赶紧让小马确认了一下 这些事件正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连环杀人案 并且所杀的人都是在职的警察 这让崔班长心头一惊 这些人正是当年和自己一起办案的同事 随即崔班长想到了早年的一桩杀人案 那时候署长带领着大家一起办案 由于一直抓不到嫌犯 上级的压力也很大 就让现在的署长随便找一个混混出来顶罪 就有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他们错抓了小孩的父亲 当时的小孩就是现在的男演员 他就是在报复当年参与此案的所有警察 崔班长回到警局时 没想到男演员竟然主动跑来自首 这可吓坏了崔班长 但是男演员有他自己的目的 在审讯室里 男演员和崔班长做了一个交易 只要崔班长想尽办法杀了他的顶头上司署长 男演员就不会泄露崔班长杀了出租车司机的事情 崔班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但在男演员面前还是表现出一副坚定的模样 不明所以的署长就问崔班长审讯的怎么样 崔班长就说此人胡言乱语精神不正常 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崔班长思来想去决定跟署长坦白一切 谁知署长出去吃饭了 男演员也被放走了 这让崔班长意识到署长可能有危险 就马不停蹄地赶往署长吃饭的地方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他亲眼看着署长被炸死 男演员跑了 他就让小王跟踪男演员 自己随后就到 与此同时 崔班长杀害出租车的视频也被曝光 全程开始通缉崔班长 小马则拿着档案核对了一下男演员的身份 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男演员并不是当年的小男孩 小王才是那个孩子 小马就准备逮捕小王 不料被小王反杀 崔班长来到酒吧质问男演员 才知道男演员并不是当年的小孩 而是小孩的铁哥们 他愿意为小王付出一切 崔班长这才知道 一切都是小王干的 然而小王已经绑架了自己的儿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崔班长妥协了 在影片的最后 小王也道出了实情 当年小王看到父亲被赌场的小混混欺负 心里气不过 就在茶水里下了毒药 一下子毒死了十几个混 他的父亲为了他被判死刑 一切都说完以后 小王举枪自杀 崔班长也被警察带走 而且是当着自己儿子的面 故事结束 崔班长的儿子又成了下一个孤儿 其实犯罪对每个人来说 都并非遥不可及 罪与非罪常常只有一步之遥 因为人性中总有恶的成分 自私 怯懦 贪欲 但无奈的是现实总是裹挟着我 令我们很多时刻又不得不放弃原则 学会妥协成为潜规则的一部分 还是要做个善良的人 因为往往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过错 可能会导致一场无法预料的悲剧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定 咱们下期再见